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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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阴影或者是被覆盖 在阴暗的地方 你就看不清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被自己的色受想行事覆盖了 所以叫做五阴 五阴是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我 就我有色法 就是我有身体 我有现在看到的眼前一切的色身香味处 这些层 那再来就是我有心 心有感受 受有很多种喜怒哀乐 好的感受不好的感受 那想呢 想就是思想 自己心里面有一些印象 我有贪心 我有成心 都是因为我的一些观念 那再来呢 行 行因就是一种惯性 平常不自觉的养成一种心念的流转 那无常或者是习性 这个是行 最后呢是是 这是我们自己本来的记忆 我们原来的角色的设定 这个人生啊 就是有一个总抱 什么总抱 我是人 我就有人的一种 这个状态 那不管呢 眼耳鼻舌身意 对色身香味处罚 全部都局限在这个五音境界里 现在呢 我们知道呢 它是虚妄的 它是一个妄想 所以现在要破除五音 这五音境啊 就会产生了阻碍 这个阻碍呢 是来自于我们的理所当然当中呢 有很多的错误的认知 跟错误的习惯 那现在要突破它 它就会跑出来 那跑出来呢 阻碍我们继续突破啊 所以它变成魔了 那我们前面呢 已经认识了十种境界 色音魔像 它再来有十种受音魔像 现在呢 要进入了第三类 叫做响音魔像 菩提讲啊 善男子修三魔地受音尽者 那现在呢 是已经到达心很自在的状态 心理其行 如鸟出笼 已能成就 从事凡身上吏菩萨 六十身位 得一身身 随往无碍 这个阶段呢 心很自在 但是它还没有漏进 所以虽然呢 我的心很自由 很像可以到处飞 到处看 可以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还可以看到地狱 但是呢 你的心中啊 还有贪念哦 所以啊 有可能会 随着自己的贪念 看到的 不该看的也看 不该听的也听 不该想的也想 那全部呢 都乱套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很自由 你以为可以任意妄为 那这个自由呢 到最后啊 就会造成一种 危险 就会招来 这些魔啊 就像是 有人呢 是熟睡了 熟睡 可是他说梦话 他说的梦话很有道理 就被听到了 听到了之后 这个听到的人呢 照做 他以为是这个 睡着的人 叫他做的 那事实上 他睡着了 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那听到了 就去做 那做了之后 结果就招了一个 很大的过失 甚至于犯法了 那请问 要不要找到元凶 元凶是谁 这个睡着的人 那这个人睡着 他要不要负责 要啊 因为他有什么 有影响力 所以我们自己的心呢 如果是很自由 而且有神通 那这时候更要小心 你自己的心 会不会不小心呢 就落入了一种危险 会被有心人士利用 那谁是有心人 那这个就是响音魔咯 那响音魔呢 它会出现在 这种情况当中 就是你还有一点烦恼 还有一点贪念 然后呢 却又自己又修行 又修到一定的程度 就变成 一念成魔 一念成佛 所以这里啊 就是要让我们 特别特别的去注意 你的心里面的这个洞 就会招来 这十种响音魔 这响音魔 其实不是魔 他们是鬼 什么怪鬼 拔鬼 魅鬼 古毒鬼 那他又会用什么招 我们就要了解 那现在我们要讲到第三个 叫贪求契合 又圣男子 受音虚妙 不遭邪律 原定发明 三魔地中心爱 棉忽 尘其 金丝 贪求 契合 哎呀 我们很希望呢 有人能够了解你的心 如果呢 我都不用说 那他都了解 那是不是太棒了 所以心心相应 尤其是我如果跟善知识相应 我如果跟我的师父 完全是相应的 素式有缘 那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很多人会有这种期待 那总是想要找到自己 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一个 不是只有这个 这个谈感情 而且呢 在学法的过程 也很希望能够这样 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跟很多事情相应 那我也可以跟法相应 我也可以跟人相应 但是你相应的对象 如果没有办法让你解脱 那最后呢 就会一起轮回 那魔最会 善用这种人的贪念 贪求契合 因为这个人很了解你 你会很放心 可是一方放心呢 如果他利用你对他的放心 而任意妄为 那你可能最后呢 就会被他带到一个完全无法收拾的境地 所以这时候你的贪念就要守住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会有天魔被你的这个贪求招来了 二十日天魔厚德其变 就是趁虚而入 你刚好有这种想法 你好想要得到一个契合 好想要求到契合之境 这时候呢 这个天魔就非经妇人口说经法 那这个被附身的这个人呢 他并不知道他是被魔附身 而以为自己怎么突然变得有神通 又会讲经说法 而且呢 还能够呢 非常的厉害 就是变成了一个大善之事 那所以他就说 我自己啊 已经正得无上捏盘了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他就是那个睡着的那个人 讲出来的话 头头是道 但是他是怎么修来的 不知道 他就是被附身了 然后突然就懂了这样 那你不知道的时候呢 你就贸然说 你自己是无上捏盘的成就者 那是大妄语 因为你并不是真的修道实证 而是被附身了 那这个人不知道啊 因为他都很会啊 会什么 他就来这个求契合的这个善男子处 夫做说法 好那其行几笔听法之人 外无天辩 令其听者未闻法前 心自开悟念念一意 他还有一种厉害的神通 就是他不但是自己啊 就是以为自己已经正得无上捏盘了 他还来这个祈求的善男子处呢 还没说法之前 就已经让听法的这一个人 求法的这个人 他开悟了 而且呢 他就悟到什么呢 悟到自己的宿命 那这个宿命一定跟这个 求法的对象有关 就是我看到了我们已经好几世都在一起 都是师徒关系 我已经不是第一天 第二天开始修行 我已经修了三百世 五百世 几百世 这个宿命就了解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们跟你 我跟你是关系 非浅 所有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每一世 每一世都是这种关系 哎呀那不得了了 那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师父啊 你不相信他 你要相信谁呢 是不是 然后或有他心 或见地狱 我已经呢 能够啊 跟师父一样的心 师父看到地狱 我也看到地狱 师父说看到天台 我就看到天堂 而且呢 哎呀 你看跟着这个师父啊 你自己的神通 真的是太自在了 还知道人间好恶诸事 那口说记 那说的还是同一句 有没有 我们一二三一起 一定是同一句嘛 对不对 所以口说记 自诵经 然后各个欢愉 得未成有 为什么 因为你怎么能够 在这么茫茫人海当中呢 竟然遇到了一个 这么了解我 跟他这么相应的 善知识呢 是不是 千载难逢啊 那这个人呢 当然呢 他一定就会觉得 他一定遇到大菩萨嘛 是人于迷 或为菩萨 眠爱其心 破佛律仪 前行贪欲 在前期呢 你一定是以法来入心 然后呢 你的心啊 就渐渐渐渐渐的 跟这个法 越来越相应 越来越相应 结果呢 转移到人 那因为这个人 带给你的是 前所未有的感受 所以呢 你就爱上了这个人 你觉得他就是菩萨 那这个菩萨呢 他还会 不断不断的照顾你 棉爱其心 让你呢 爱上他是 完全就像孩子这样 完全是 绵绵蜜蜜蜜的 而且呢 是密合无间的 你爱他 他爱你 这个彼此之间呢 这种默契啊 已经是 不需要再言语了 是不是 他 呼吸 你就知道他的心 他眼神一飘 你就了解他在干嘛 所以这是不是 就实在是 太有默契了 所以你就变成呢 好像 这个就是我 一定是怎样 完全要信任的人 我就很放心的 把自己的法身 会命 交付出去 甚至于呢 把自己的身心 甚至于我的性命 都交付出去 没有问题 绵耐其心的结果 就是这样 可是最后呢 开始不对劲 破佛律仪 犯戒了 杀到淫忘 前行贪欲 这个是我的上师吗 你不会怀疑哦 因为你已经爱上他 你相信他 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一定是在帮助我的 而且呢 通常这一类的人呢 都很会说 而且说的很有道理 那这个人呢 会喜欢说什么呢 开始了 口中好言 佛有大有小 某佛先佛 某佛是后佛 其中亦有真佛 假佛 男佛 女佛 还有菩萨也是如此 菩萨毅然哦 好 那你看 佛的事情 他怎么都这么懂呢 好像呢 他就是从佛的世界来的 佛的世界呢 里面的什么规则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成佛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佛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然后他讲的很对哦 这里面呢 是有阶层的 这里面有大小的 这里面有顺序的 第一个时期呢 是谁掌天盘 第二个时期是谁来做主 然后呢 这一尊佛 又是跟那一尊佛 有什么关系 那哪一尊是真的 哪一尊是假的 还有男的佛 还有女的佛 越讲越奇怪啊 可是你不能确定 到底哪里怪 因为都好像很有道理 他讲的信誓旦旦 而且呢 还让我也看见了 是不是 他有这个能力呢 能够让学法的人 求法的人 是看到了嘛 所以我确定 他一定是佛 要不然他怎么有这种能力 让我开悟呢 是不是 你一定会觉得 你遇到的这个人 就是他 他应该是佛 他绝对是佛 他根本就是佛 就是你会不断不断的去 去相信这件事情 因为绵绵爱嘛 你对他所产生的是 绵绵蜜蜜的 无有间断的 契合的爱啊 这个契合是 你要去哪里 找到这种人呢 根本很难嘛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 是你值得相信的 你已经相信的 甚至于会越来越相信 越来越深信不疑啊 那你说 你对于一个深信不疑的人 告诉他说 他在骗你 你就会觉得 那一定是你不懂 是不是 你不懂我跟他 是不是 那这么一听 就觉得很奇怪啊 这怎么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就是有 所以其人见顾啊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已经腐蚀你的心 把你原来的那种 学法的时候 的那个小心意义跟什么 原来的观念 因为你长期呢 如果跟着这样子的人 在熏修 你不会去读经的 因为你跟着他学就好了嘛 他会阻止你去看经嘛 尤其呢 他会跟你说 你不用看经你就跟我学就好 这些经我都读过 我都会 是不是 那你没有其他知识的来源 你没有其他的讯息来源哦 那你又不读楞严经 楞严经你又读不懂 你又不知道这一段 有没有 是不是 你不知道这一段 他也不会翻给你看啊 他那一页撕掉了啊 是不是 那喜迪意本心 易入邪悟 就是 他已经把你本来的 刚刚学法的那种 借定会 我要学借嘛 是不是 学借是 杀到淫妄 通通都要借啊 但是呢 一旦呢 后面你爱上了 这样子的一个上师 他引导你的时候 你对他 你就奉若神明了嘛 他就是佛啊 何必去看佛经 那个佛经还是以前死掉的那一哥啊 是不是 他已经三千年前已经死了 你不要看假的啊 你就看真的啊 我就在你面前 我就是真佛啊 有没有一个宗叫真佛宗 那意思就是别的都是假佛啊 是不是 这个世界这样子 哎呀这样一听 好像师父你意有所指 就是他啊 不是意有所指啊 怎么会有人取这个名字呢 是不是 那你取的这个名字 就表示什么 其他是假的 或者是活的 跟死的 其实佛没有生死啊 佛也没有男女啊 佛有男相有女相吗 没有 无男无女 佛就是法身 佛就是心 那你就会迷失了 你把这个人变成佛了 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就是佛 所以你看到的任何的人 任何的佛 你就会变成这个人的样子啊 所以纵使呢 你要确认再确认 你已经迷恋在其中了 所以你朝思暮想 想来想去 你无从验证起 想来想去 你就已经所有的原来的本心的记录 都被洗掉了 你的电脑就重新reset过 而且这个reset是直接用他给你的这一套 全部copy 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怎样是对的啊 你也不敢说 你也不知道要去跟谁说 是不是 因为普天之下 好像也没有一个人 是值得我信任的 你看就会变这样 所以到最后你只信任这个人 你其他人都不信 哇啊什么叫依法不依人 已经没有作用了 因为你要依法 你自己的信心又不够 所以他已经把你的心洗掉了 本心洗掉了 所以进入的这个物 已经叫做邪物 可是你已经邪物 你并不知道你是邪的啊 你只有知道是物啊 可是不知道是邪的啊 而且这个物 还是他制造出来的 那你看这个魔有没有很厉害 这魔啊就是很善于魅惑人心 所以他叫魅鬼啊 这个魅鬼啊就是会这样啊 你也小欠啊 要不然你怎么会 怎么遇到的鬼有那么美吗 是不是 那这么美 怎么会是鬼呢 你觉得不会相信嘛 那你说你遇到的明明就是佛啊 他就很庄严 他有神通啊 他还让我有神通啊 他让我知道很多事情啊 我的秘密他都知道啊 甚至于呢 有时候有一些不能够被人家知道的事情 他都知道 你是不是就被控制了 因为有一种是害怕 有一种是弹心 是不是 那你到底是害怕还是弹心 都有啊 我已经爱上了 我不能够放弃了 因为放弃了我不知道我还要信谁 是不是 我不敢重来啊 不敢玉石俱焚 不敢全部重新归零啊 不敢啊 然后呢 再来呢 哎 还有 如果我背叛了这个人 背叛了这一个丧尸 背叛了这一个 我会不会被怎么样 因为他太了解我了 是不是 你就开始害怕了 我们害怕自己有受伤 或者是被控制 所以很多时候是什么 那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一步陷进去 你没有提高警觉哦 你等到发现有问题 其实很难回头 就很难回头啊 这磨的方式就慢慢腐蚀你的心 到最后呢 你已经无法自拔了 所以这里啊 就是很危险哦 那大家就要提高警觉 哦呦 这样子不要修 不要修更危险 你已经在里面了 是不是 我说我不要修 不要修就没事吗 不要修就更严重 有修呢 还会分辨的出来哦 没有修 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分辨 是不是 你根本就是已经 身陷其中都不知道 好 那但是呢 其实也不要怕 为什么 因为佛陀就是讲出来 你只要发现的 你就不会被骗的嘛 是不是 你现在发现了 你就不会被骗的啊 那你没有发现才会被骗嘛 所以觉悟是很重要 悟则无救 那如果没有悟呢 你就真的就会觉得 啊 我真的搞不清楚状况 等到你发现了 为时已晚 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先讲这边啊 明天我们再来看 后面啊 他是什么 他是魅鬼啊 那我们要知道 他就是贪求契合 招来魅鬼啊 好 师父师兄大家好 我是第一组法真 代表十位师兄提问 我们知道佛菩萨 可以化身千百亿 不见得有一个固定的色相 而在过去所记载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对凡圣 不同正量与德行的人 所行的行为 似乎会产生大小不同的果报 例如说 供养阿罗汉 相对于请一个凡人吃饭 所得到的利益是天差地别 请示师父 如果今天佛菩萨 或者为了度人 化身为凡夫生 也许就是身边的朋友 亲人的形象 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此人所做的任何行为 所得到的果报 是否跟对一般凡人 所做的行为 所得到的果报 会有不同呢 所得的果报 是圣人的果报 还是凡夫的果报 请师父慈悲开始 谢谢 好 谢谢十位的问题 第一个呢 我们要看接受者 接受者是凡夫还是圣人 这个你供养阿罗汉 所得的果报 的确是供养凡夫所得的果报 是不同的 这个不同呢 其实不是阿罗汉给你 给你一个很大的福报 也不是呢 因为我是凡夫 所以我什么都不能给你 不是 是因为这个供养的时候的心 你的心 一般人呢 是想说 我这个普通人 我为什么要供养你 除非你有一个理由 也许是因为你很可怜 所以我就同情你 我就送你东西 那对于罗汉呢 你就不是因为可怜 你是因为觉得 他是一个修行人 你供养他 有这种不同的差别 所以导致呢 供养罗汉跟供养凡人 会有不一样的果报 这是第一个 从供养的人的心态不同 好那这样接受的人呢 接受的人呢 会有不同 那我们来讲 这个好事 比较不知道 比较没有感觉 我们讲坏 恶好了 那个接受的人呢 如果是凡夫 你今天骂他一句 他心里不开心 他会回敬你 或者是怀恨在心 好这是 这所以就有果报哦 有恶有恶报嘛 但是呢 你如果对一个恶人 对一个阿罗汉 伤害 骂他 那阿罗汉本人呢 他不会 他已经没有烦恼了 所以你骂他 他不会烦恼 他不会烦恼 那没有果报吗 会 为什么 因为呢 你在骂他的时候呢 你平常啊 是恶有恶报 你马上就知道 哦 这个人不能惹他 但是呢 阿罗汉呢 你不知道 他是不能惹的 你有可能呢 是做了恶之后呢 你看到他没有回敬 你会做越做越夸张 你会觉得 你看这个人很好欺负 我就会害他 那害害害害害到 你伤害了他 他没有回报你 但是他因此而少度了很多人 他可能因此就受伤了 就死亡了 所以阿罗汉往生了 那本来呢 他还可以多度好多人 争到阿罗汉 结果呢 你阻止他 那你害了他 所以你是断了一个人的法生会命 又断了很多 他可以度更多人的法生会命 所以这个过失呢 要怎么算 这就算不到 算不清 所以这个算不清的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阿罗汉报仇 是因为你造的这个业是无知 可是却无知当中 断了很多人的会命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这个阿罗汉呢 你不知道他是阿罗汉 你欺负他 或者是你不知道他是阿罗汉 你供养他 这个心呢 一定会比知道 还要殊胜 为什么 因为你看 你会对一个阿罗汉呢 很恭敬 可能是因为 你知道他是阿罗汉 你供养他有福报 所以你这个供养 有一点弹心 但是如果说你不知道 他是阿罗汉 他是圣人 你还能够像对别人一样的好 对一般普通的人好 然后来对他这个圣人好 那表示你的心本身 就是对一切众生 都是平等心的慈悲 平等心的供养 那这个平等心的供养 会胜过分别心的供养 是这样子 不是因为 哇 怎么那么好 我不小心供养了一个阿罗汉 结果我就变得很大的果报 不是 是因为这个人呢 他对一切众生都很平等 这个平等心 让他得到最大的功德 就这样 所以有没有差 有 但是呢 同样的 你不知道 他是阿罗汉 你还对他那么坏 那就跟 不知道他是凡夫 你还对他那么坏 其实是一样的啦 但是呢 如果你知道他是阿罗汉 你还害他 那就更可恶 觉得更可恶嘛 是不是 一个修行人 他只是没有对你怎么样 是不是 他不会恨你 他不会报复你 他不会以牙欢牙 以眼怀眼 结果呢 你对于这样子的 在修行的人 你还怎样 还造了很大的恶业 表示你对一般人 一样也是造很大的恶业 而且更坏 是不是更坏 你欺负那个不会伤害你的人 不会回报你的人 所以你说 这个到底是因为 这个是对象的关系 有差别 还是因为 你自己在无知当中 你不知道 这中间其实有很大的过失 是不是 这就要看 你自己是什么心态 那无心之过 当然 这无心之过是 譬如说我走路不小心了 那个石头呢 一踢 就踢到 田边 然后炸死了一只蝸牛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拿着石头去炸那个蝸牛 那叫无心之过 我开车不小心撞死了一只狗 这是无心 可是无心也有过失 是不是 那无心的过失 当然他没有像有心的那么的严重 但是他还是有他的因果关系 那你说这个中间要怎么算 其实你要看你自己的状态 有些人呢 什么事情他都没有那么严重 他不会放在心上 但是有些人一点点小事他都过不去 所以那个是比例的问题啊 就像痛啊 明明打针就不会痛 明明就那么小的针孔啊 可是有的人会晕针 然后下晕了 还没打就晕了 有这么严重吗 对他来讲很严重 所以痛是一个主观感受 喜欢跟不喜欢也是主观感受 所以你说这个果报有没有差别 有些人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福报已经大到不得了了 他还觉得没什么啊 那有些人呢 一点点小的福 他就觉得感恩戴德 所以这就是主观感受嘛 那这个主观呢 其实还是来自于你的心的分别 所以你说这个如果要去讲一个标准 可能呢要论经络论良的 这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中间包括失者跟受者 但是失者的心态是最重要的 受者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最主要还是你的心态 所以差别是来自于你的心 是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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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